这半棋讲解是表示不服 206年的宝宝杯 王天一再次对上唐丹 二人可以说是狭路相逢 在第四轮相遇 在第十轮又相遇 而且的话唐丹又是一个后手 我们看一下 这棋啊确实是不服呀 怎么老是让我拿后手呀 如果拿个先手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王天一KO呢 我们看一下 但是命运的安排总是这样子 你既然是后手 那就一直后手吧 这里的话红方出局 黑方选择上马 上一盘棋我们说到的是上边马的走法 本局呢是上正马 我们看一下 这里红方仍然是抛分边 黑方这部足三斤啊 大局观胜强 下一步马三斤四 红方冰三斤也不着急 如果你抛二斤四他两头折了 所以你马不活终究是个问题 下一步棋准备要抛二斤四 一旦把局封住 那对方就不舒服了 所以对方必须要征到这个制高点 红方呢也是掌局 这里的话 黑方选择腰队 这个棋也是用选择 但是更积极招法是走马三斤四 准备呢吃兵 逼红方去对兵啊 这样的话这个棋对完兵以后 再去对足 应该来说比较积极 实战出去腰队 那这样红方就简单换掉了 因为这招棋啊 他可以继续腰队 这儿的话这个棋 你不对的话纠缠 但是呢 给对方留个局 那黑方来说他没有把握 临场也就选择换掉 换掉的话是要斗残局 接下来呢 这个棋啊 看似好像上马 刚好可以看住啊 这个足 但是呢 这个棋啊 又给了红方泡一平三的先手 黑方这个局面下 可以选择的就是足五心一 你不是要吃兵吗 就让你吃啊 马骑进武 将来盘通马进攻 移行换位之后呢 再把石像连起来 或者是泡掉过来 那这样的话比较灵活一些 虽然说红方稍失先手 黑方足可应对啊 那么到这里之后 黑方并没有选择足五心一 活通自己的马 而是呢 选择马三阴四啊 按照常规思维 抢占河口 此时呢 这个棋 红方主要是为了吃足 让对方阵型不好 下一步移行荒位 所以呢 可以看出 红方的马速度非常慢 根本没有机会跟黑方纠缠 所以呢 黑方啊 他没有走出足五心一 调整阵型 而是直接上马控河口 这个棋其实是没用的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他的目的是直接进来吃一个 红方先打个象再说 黑方呢 这个棋选择上将 这儿的话 红方简单一个交换 打一将 这里就捕适 接下来这棋呢 飞象 先把炮赶走 防止呢 这个兵 杀过去 把马换掉 不然的话 将他这个兵过去 你像炮 吃个炮 拱个马 那这个残局啊 应该来说 兵种太差 人家马破兵 你是俩炮 所以他选择的招法就是 先把炮赶走之后 再去消他的兵 到这儿看似也不差 但是呢 毕竟红方呢 他多了个象 那黑方还是有压力 要是你上的马 他就可以消你的足 现在残局又多兵 黑方这个马 暂时是不敢上 他选择炮四平三 先打兵 这是一步非常好的选择 到这以后呢 这个棋 你要是过来 他就可能上马 你打一个 人家打一个 所以的话 红方这时候呀 他选择炮就推 这步棋可以说是 见功力啊 硬是把对方马 困在家里 如果说刚才的招法 用炮胁迫足 可能啊 显得还不够有力 那这招棋啊 绝对是非常厉害了 那到这里啊 黑方也是先打一个 必要是我送一个足印上马 那这里红方也不怕 这里走了一个 马二进三 那现在这个棋 你要强行去送一个的话 他当然也接受了啊 将来这个棋 肯定是得不偿失啊 红方这个马上去 也是很厉害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平炮 意思是呢 是推炮 不让红方过冰 再说 慢慢纠缠 黑方顺势就把黑方 给刺个打了 到这儿啊 推炮没有问题 但是呢 有点操失过期 这个棋可以考虑 先平老将 把对方的炮困在这里 不让你回 然后再下出这一步棋 找机会就可以上马 如果你还要选择 推炮 牵着对方的边足 那么他可以选择 平炮 压住你的马 如果你还要上的话 那足五心一啊 这个棋 你马是上不去的 如果黑方中足 可以投战斗的话 这个棋将弥补 这个单式向弱点 所以黑方尚可一战 实战的话 他是选择了一步 直接退回 这样的话 那就推炮回来 直接顶住对方 黑方这个时候的话 你要是选择这个 足五心就不成立了 因为他这个炮 将来可以吃你的足 这样的话 你这个棋损失惨重呀 所以临场的话 选择一个推炮 他是希望用炮 来压住对方的马 那这还是一个元手 因为毕竟 红方上不上马 是他的自由 你现在要这么走 显得有点呆板 红方直接吃 显然对方没有办法 他只好上马 意在呢 将来有一招啊 这个把炮赶走 威胁 红方另一个炮 但红方可以呢 推炮 见缝插针 太精妙了 那你下掉之后呢 吃你炮 打掉之后打你马 对方一看着驾驶 只好上马 赶快对死吧 那到这以后 我们看啊 如果你踩掉 他打掉 你再吃一个像一个 经过这个转换的话 虽然你兵可以渡河 他只要推炮 把兵打死的话 那刚好你单兵不够赢 所以很有意思 到这儿红方呢 避免对死 他选择啊 炮学三 这个奇妙呀 你不是要换吗 他给你换掉 一个单炮 如果不够赢的话 他再来一个炮 两个炮 然后你单试像 那只要炮三平易 他抢先把你的足持掉 那你就危险 对方的话 又不能推炮 坚守 他只能进足 这样顽强一些 但即便如此 红方也盯住他 只要把这个炮走开 将来威胁对方的足就可以了 黑方 进炮 他的意思是 我不能消极推炮去看 作为代币 这儿的话 退回 意思是我失一落 还是要双炮 打对方的足 黑方这个奇的意思 本来是要走炮二进二的 但是临场也没有走 走的不足 他可能认为 你要进炮的话 将来双方一个交换 这一落势 这边是不是有个打中足的手段 所以他就 这里想把足先保住 然后用足过来 消灭对方的兵 进行签字 红方一只 黑方正常要过 但是这个时候的话 他过又担心 这个边足直接丢了 所以没敢过 他走的是 炮一瓶五星浆 希望你一个炮 过来挡住你 或者是不过失败你隔断 红方自然是出帅不肯 黑方这时候选择是炮二进二 准备打兵 而红方的话 这里就平炮过来 强行看住 随身打对方足 这样红方就比较主动 黑方当然也不怕 就跟住你 到这儿的话 打势 希望你炮不要过来 然后过中足 准备把你兵换掉 这样的话想求和 那这些手的也确实挺苦的 红方的话 这里落相 黑方就冲过来 眼看似乎要把这个兵 消灭掉 红方选择的是挺兵腰队 这个棋走的确实 其实才甚 他是接力用力 就利用你这个棋 竹过来 把你竹打死 你没有机会拼足 那这样的话 必败无疑 所以话到这儿 唐丹 他选择直接拼足 王天一此时小兵 浑水没云 就杀过去了 对方吃一个 看似双炮足与双炮兵 形成相互纠缠之势 但是毕竟你单是相 那就是互换 到这里 中间把你牵住 对方这个棋一走 就要丢相 你不走的话 硬吃你炮 对方只好勉强看住 简单交换 再去牵着他的话 目前来看 还没有把握去赢 所以话他自己不换 直接不想打掉 那这棋就狠 到这以后 黑方也不能够 再坐也在闭 只能放手一搏 这儿红方先来一将 看你怎么下 对方出来 这儿的话退回 打掉一个式 准备对杀了 红方选择飞向 这个时候给你来一招 对炮 这个棋走得妙 他对完之后 刚好落势吃双 你足以丢的话 那这个棋炮兵就要杀你 对方到这里 他想去打掉之后 看还看不住 这视角 所以这是白丢的 你不能换一个式的话 那这族就牺牲得太冤枉了 所以没有办法 他选择的是躲开 不能换 忍住了 红方选择飞向 继续这儿利用他 那么作为这样的棋的话 对方正常肯定要把炮给他拿出来 但是的话 他又没去拿 他担心这个炮一长起来 重炮 将军抽你的这个族 所以临场的话 他是继续挡住 不然你抬头 那红方就炮平漆 把对方炮围在这里 准备有一个进老帅抓炮的可能性 对方正常要躲 那么这个漆 他没有躲 他选择的是先进老将 他证明你吃我在躲 来得及 红方就吃 对方躲 然后再捉 这里再进 看似好像捉不死 红方选择进炮 他这个吃炮是假 主要就是为了吃你的猪 那这儿的话 这个猪要被打死 黑方也是无奈 这个炮动不了 他只能炮四平八 赶快炮逃出来 这样的话 红方把这个猪白吃了 还打着抵士 这士一打就彻底 没有什么念想了 对方赶快退回 做一个防守 红方就有平兵 退回打士 他当然不让 这里不是的话 又是一个平炮将军 落实的话 这儿选择出来 那接下来这个棋 你这个炮一走 重炮一将威胁你 你不走就牵住你 将来这个棋 也是坐也待避之事 对方一看 只好认输了 那这棋 网天鹰获胜